昨天台股收會全球股市反彈 中場上漲150點 但是成交值只有780億元 分析師認為量能明顯不足 也建議投資人可以降低 傳統電子產業的持股比重 轉到立基型的電子產業 或者是以出口美國為主的傳產業 更多選股我們就帶你來看 就是論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